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时间点,2017年6月第一艘055驱逐舰在江南造船厂下水,已经面试,整个世界都感到惊讶,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,055驱逐舰首批四艘已经全部亮相,两艘在江南造船厂建造,两艘在大连造船建造,2012年中国052地区逐舰服役,有期限顿的排水量, 6年过去了,052地区已经下水获出一十几艘,如今海满在排水量有12000多吨的055大型驱逐舰也已经有四艘亮相,中国的航母编队再次获得重量级武器,几乎疯狂的建造速度,也让我国的新锐战舰的数量不断锐升,有了055驱逐舰的驻舰,我国正在建设的航母编队将实力大增, 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,这四艘055驱逐舰将会分别配出两支航母编队,担任编队的防空和板架核心,甚至有人戏言055驱逐舰这么大的排水量应该划分为取杨舰之列,055驱逐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驱逐舰, 因为美国的驻姆沃尔特号不高的技术要求和连续不断的故障问题,已经基本被断定为失败之作,而还在建造的最新批词的阿利伯科级,或许还能与我国055抗衡一二, 但是不可否认055驱逐舰已经在多方面超越了它,不久前我国已经开始测试电磁炮,当时人们猜想电磁炮配上我国的最强徐舰,055,那一定是如虎见义, 但是手臂四搜已经全部下水,尽管并没有看到电磁炮的影子,但是我相信在055驱逐舰的后续制造中,一定能够看到电磁炮正式建栽, 到那个时候,055驱逐舰将成为无敌驱逐舰,因为我国是第一个将电磁炮进行传戒实验的国家,所以同样有理由相信我国是第一个将电磁炮真正使用化的国家,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